哈喽 大家好 我是KT 好久不见 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 爱箱这个 没错 阿明呢 从北海道寄给我的一箱 就是特产跟零食 北海道的阿明有的东西 送给你了 耶 但是他一开始跟我说 他这次会寄很大量 这箱子其实也没那么大啊 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寄了什么 回台湾一阵子 当然还是会偶尔嘛 开始会想念就是北海道的一些 零食啊 特产之类的 我这次就特别跟他讲说 如果要寄的话 我特别想吃Sacomart的零食 其实应该想念的话 就是特别想念 那个北海道的那个Sacomart 你知道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哦 真的是满满一箱零食 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 而且这个可以 这个配壁如超好吃的 这个就是Sacomart的 Sacomart的零食 这个 虽然有点 有点像我们台湾的那个 雪鱼相思 Hosokiri Yaki Tara Tara 雪鱼 雪鱼相思 Sacomart的 哦 他这个寄两袋哦 两袋 两袋雪鱼相思 这个配啤酒超赞 哦 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 这个 这个也是Sacomart的零食 就我超喜欢Sacomart的零食 这个是Shake 这就是鲑鱼啦 鲑鱼相思 里面它也是这样子 一条一条这样子 这个也是配酒 这个必须要配啤酒啊 这个是 这个是 Piri Piri Karai Hosokiri Shake Shake 而且它是使用北海盗铲 北海盗铲鱼的哦 哇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日剧 鱼干女 搞不好 鱼干你就是吃这个 当年 当年也不能 有个 哇塞 它寄很多耶 哈 它的确寄蛮多的啦 虽然说这个箱子看起来不大 但是它就塞了很多 哇塞 它这个寄了四包 好 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 哦 Karubi 在北海盗的话 最喜欢Karubi 这个我是我很喜欢的羊鱼片之一 这个是辣的 Karubi 而且它是 Azuki Azuki 它厚切 厚切 Hoto Chiri Hoto Chiri 它这个 它这个记号 这个C C是北海盗工厂 对 我就特别指定 我要的是北海盗工厂的羊鱼片 然后这个也是 又是一个Karubi的羊鱼片 而且这个一样 一样哇 哇 一样又是北海盗工厂的 这个是海老呢 这个是虾子味的 海老 海老的塩焼味 哇 哇 它记得蛮多羊鱼片 哦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 这个应该也是 Sekomar的买的 北海道産 のトモロコシで作った 用北海盗産玉米做的原料的 哦 它是游人丁 什么游人丁 栗山丁産的 对 玉米脆片 哦 又是一个玉米脆片 就是像那个之前那个直播有掌珍答有使用 就有 就那时候就有Face收购了 收购这个 就是Sekomar的零食 这一款也很好吃 它是 鲑鱼口味的 可是 是Sekomar的零食 超好吃的 哇 好大包 哇 感觉这些零食 感觉这些零食 就可以吃很久了 哇 那不能每天吃 哇 哇 会肥欸 哇 又是羊鱼片 羊鱼片记超多的 哇 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吃羊鱼片 而且我特别想要指名是Kalbi的 一样是Kalbi Potato Chips 这个是 Giz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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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懂它是什么意思 但是它是 韩国海苔风味 韩国海苔风味 对 一样又是一包羊鱼片 然后一样是 C 这个是肥海道菜 哇 泡面啊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老实说我没吃过 应该是他觉得好吃 所以他寄给我吧 Supukare T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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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 这个是 这应该也是Seiko 骂的 比较小的一个 小的一个泡面 而且它这个是 它这个是 汤咖哩口味的 我也不知道 那就吃看看吧 然后再来是 再来有什么 哦 这个又是一个 卡布辣 而且它这个是 鸡心的 激辛 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好吃 很好吃 这个应该是他觉得好吃 所以他寄给我的 哇 所以就吃看看吧 这个 这应该也是Seiko Ma 的买的 日本好吃的泡面 这个是 如果你如果去日本玩的话 这一款 这款泡面可以尝试看看 因为它虽然是日本做的 可是它真的还蛮道地的那种 通秧 那种泰国通秧的 口味的拉面 Tongo Yamukun 就东英宫嘛 东英宫那种 泰国的东英宫口味 口味的 辣虾泡面 日清的 哇这款泡面 这款泡面我超爱 哎 arigato né 一样都是kalbi 这都是kalbi的零食 还有什么期间限定的 这个反正就有一些口味 master bacon 烤培根 还有wasabi shoyu 这个是芥末酱油 这个就是反正就是一些零食吧 薯 薯条 薯条零食之类的kalbi 那一样又是泡面 这个塩拉面 这一款 这一款是蛮好吃的啦 对这一款 而且这一款它这个是maru讲的 maru讲 我们之前去超市也就有介绍过 maru讲的它的那个yaki soba 很好吃 这是maru讲出的塩拉面 烟拉面 烟拉面口味的泡面 对 这一款是也不错吃的 对 然后再看一下有什么 哦 小熊饼干 对 露天日天的小熊饼干 这一款奶油风味 我是还没吃过啦 对 不过应该蛮好吃的 是小熊风味这个奶油饼干 哦 这个是因为之前 像我在北海道啊 吃草莓的话 虽然说回到台湾不常 回到台湾就不太常吃草莓了 因为 好像北海道的草莓 好像在产季的时候会比较便宜 这个是北海道炼乳 这个是雪印的 yuki jirushi 像鲜奶的话我也 像鲜奶或奶油的话 我们都很喜欢买雪印的 就是yuki jirushi 这个是北海道的奶油 这个可以淋在那个水果上面吃 或是譬如说 你去外面吃刨冰的话 刨冰的那个炼乳不是要加钱吗 就自己干脆带一条炼乳去加好了 他这个生乳也是北海道馋的 没错 就是这个北海道炼乳 他一直寄了两条给我 哇 可以吃很久耶 那最后一个啦 伊豆圆的绿茶 像在日本的时候 因为日本手摇饮没有大家那么方便 或是冬天比较冷的时候 就很喜欢泡个茶 那我最喜欢的就是伊豆圆的绿茶 而且现在研究说喝绿茶呢 有益抗这个新冠肺炎嘛 所以我觉得要多喝一点绿茶 是的 就是绿茶帕克 好 所以就开箱完啦 开箱完他这次就是寄这些东西给我 哇塞 超多一堆零食的 哇 有一些都是我想念的零食 然后呢 其实我也有寄一箱台湾的 就是我觉得好吃的东西 还有阿明想吃的东西给他 阿明也会拍一个就是我寄给他东西的开箱 所以就敬请期待我寄给他什么了吧 然后最后就是 阿明ありがとう大好きです 哎 这些零食我可以慢慢吃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